Hello 大家好 我是杰林老师 幼儿教育在中国跟澳大利亚就业前景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这个课程的话也是受到了学得学生的欢迎 目前澳洲基本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早教的本科和硕士专业 课程的话也包含了45天以上的实习 在之前杰林有跟大家分享了澳洲幼教的硕士项目 今天要推荐的是研究生文凭课程 Graduate Diploma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这个课程的话是特别适合已经在澳洲 读完了本科想规划移民怒金的同学们 这个专业的性价比极高哦 那么读完这个课程以后 大家也可以通过幼教的职业评估 一般通过职业评估会需要具备的申请条件 就包含了学历条件再加雅思条件 学历条件是申请人至少完成了4年全日制的高等教育 也就是大学水平 如果你在澳洲读了3年本科 再读完这个基地课程 正好可以满足4年要求 通常情况下雅思成绩需要读写7分 听说8分 如果你完成4年的全英文高等教育的学习 可以豁免职业评估的雅思要求 这个也非常适合那些在澳大利亚 加拿大 爱尔兰 新西兰 英国 或是说美国等英语国家 完成了3年及以上的本科 或是说研究生的同学 基地课程的时长只有一年时间短 并且不要求申请人有教育方面的学历背景 不需要理由相关的工作经验 学校的话也是可以分配实习 目前开设此课程的学校主要有 这个课程的时长是一年 开学时间是每年的2月和7月 那么入学的要求是 学识学位不限制你的专业 英语的要求是雅思总分期 单项6.5 或者是说同等水平的其他英语成绩 如果你的本科是在英语国家读的 雅思可以豁免 第二个学校是维多利亚大学 专业是 那么维多利亚大学的这个专业 现在也是非常的热门 今年的开学季已经满味了 时长的话也是一年 开学时间是2480 那么学历的要求是需要你是本科的学习学位 或者是说同等的海外学历 那么这个英语要求是雅思7 听和说是7.5 读和写是6.5 那么如果你的本科是在英语国家读的 雅思也可以进行豁免 第三个学校也就是最后一所学校是南十字星大学 SCU 南十字星大学的专业是 Graduate Diploma of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时长也是一年 开学日期的话就是有2月跟6月 学历的要求是需要你是本科的学习学位 或者是同等的海外学历 不要求你的专业背景 雅思的要求是总分6.5 小分6.5 如果你的本科是在英语国家读的 雅思依然一样可以进行豁免 好了关于澳洲又叫GD的项目 接你就想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有建议不疑问 欢迎私信接你或者评论区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小分6 订阅 评议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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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我是茉莉教育的阿丽老师 茉莉教育从留学申请前任服务到后期的接近和住宿 都可以给您提供一个便捷的服务 给您最好的留学体验 哈喽大家好,我是茉莉教育的珊娜娜老师 茉莉教育专注于在线上和线下给大家提供留学或者移民服务 珊娜娜老师在企业有着十年的工作以及管理经验 以真实案例,从升学和就业两个角度给大家提供留学和移民服务 大家好,我是茉莉教育杰丽老师 茉莉教育虽然在网络也在眼前 给您最放弃的服务 杜莉教育虽然在梓杰丽老师 她们在梓杰丽老师 汉莉教育 贝丽甚至ED 我为您申请山科硕士 我为您申请曼车斯特大学 我为您申请澳洲国立大学 我为您申请决定管理硕士 我为您升UCL大学 我为您定阶级酒链 我为您写签证文书 我为您做签证培训 我为您做选课辅导